天花板 天花板 这绝对是丧尸片的天花板 剑不如飞是刁配 扑飞机也只是常规 场面之道 普山行也要被吊打 丧尸之多 莱丽丝来了也要被杀 故事的起初 大家以为这只是一场普通的塞车 直到起景开始乱窜 战斗机也开始胡笑 皮克不明就里 可前方忽然爆炸 接着人群四散 一个警官叮嘱他赶紧回车 然后 作为联邦特级CFK 皮克明白 现在是紧急情况 必须马上离开 如他所料 费城爆发的丧尸 如今正是逃命的红金三千秒 此次不同往昔 只要被丧尸咬伤 十秒内就会完成变异 速度之快 事所好见 费城军方在半小时内 全面失手 一小时不到 全场沦陷 皮克运气很好 他带着一家人逃上了狗所 但大女儿突发孝顺 无奈之下 他们只能前往最近的城市 可这里情况同样糟糕 人们已经开始争抢物资 皮克四人兵分量 他带着大女儿巡要 丽莎则带着小女儿搜刮必须 但深处漠视 既有这种帮忙的好心人 也有失去人性的渣渣 皮克没有犹豫 他必须就妻子 于是一枪就解决了来犯 可一个警官闻讯而来 皮克登机高举双手 不过来人对他看也没看 只是一门心思收集贯头 看来情况已经十分凶器 果不其然 皮克的房车瞬间被盗 为今之计 他们必须找一处隐秘之地 因为皮克上次承诺 凌早会派直升机协议 现在打街上危险无处不在 四人究竟选择了一家公寓 但丧尸已经发现了他 没有办法 他们只能一路向他 可前方安全通道竟然被关闭 而丧尸越来越近 关键时刻 皮克推翻了杂物 这成功让他们获得了片刻喘息 最终 一家印第安人收留了他们 而根据收音机播报 现在不仅费城瘫痪 新泽西 华盛顿 等世界各地接爆发了丧尸 这是全球性的灾难 看来陆地已经不安全 皮克邀请护主一家一起逃命 并没有同意 凌晨五点 皮克武装完毕 他带着家人离开了公寓 可刚进楼道 一个丧尸就探出了脑袋 好在皮克的喷子喷给力 不过枪声也引来了更多的麻烦 一家人被追得爆头数串 可这群丧尸速度很快 皮克无奈 他让妻子带着孩子先出 自己则留下断后 他拼尽全力解决了一个大汉 但双拳难逼四十 他被扑倒在地 关键时刻 天降枪声 是汤米 原来皮克等人刚走 他们一家就遭遇了袭击 凌晨六十许 接应直升机发现了信号 而皮克带着汤米也赶到了屋底 可第一件事 皮克就是跑到天台独面 原来刚才他嘴里被捡了丧尸血迹 十秒后 危机解除 直升机也赶到了此地 几个大兵迅速接应 撑 皮克一行人成功扩救 可这群丧尸明显没放弃 他们和博威斯竟然想凌空飞跃 当然这只是徒劳而已 如今陆地已经沦陷 大海承载了全部希望 皮肥一家被送往了密西西北号 这里是联合国的临时基地 收留的都是非复即归 将军告诉皮克 若想让家人获得赞助证 必须帮忙调查事件起因 而根据传言 最初的感染者 似乎来自于釜山的那场行动